虽说母爱脱胎于人类社会 但不管是什么动物 都有着母性以及母爱的存在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就算是山羊也会挺身而出 这种爱刻在所有生物的基因之中 尽管我们难以相信 但对毫无自我保护手段的幼崽们来说 一个强大的母亲 就是可以抵御全世界的盔甲 这种爱是如此的伟大 哪怕是在不同的生物中 我们也能看到它的存在 或许正是因为物种不同 我们才能够窥见这份爱的真正价值吧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摄影师 作为一个热爱自然界与风景的摄影师 他很喜欢在世界各地奔走 拍摄照片 留下回忆 这一次他的目的地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 原本以为这只是另一次平常的外出 但想不到的是 这次旅行却即将改变他关于动物的认知 在当地落脚之后 摄影师马上来到了本地最有名的一个猴子森林公园 这里契居着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猴类 他期待着能在这些人类的近亲中 找到别处看不到的灵性 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自己将要看到的 在森林公园中 他先是发现了几个状态很奇怪的猴子 他们的身体没有异常的情况 但是行为却很不寻常 他们一直在附近徘徊 盯着摄影师四处走动 仿佛是在提防他一样 此时摄影师明白 自己已经遇到了想象中那奇特的经历 因此马上拿出了手中的照相机 准备捕捉可能发生的一切 在他拿出照相机后 突然发现 余光中正巧有一只猴子 而他的怀中抱着一个橘黄色的东西 当镜头对准他后 摄影师才发现 那其实是一只橘黄色的小猫 但震惊之后 摄影师并没有担心小猫的处境 因为他通过常年的拍摄经验 发现猴子抱着小猫的手法非常特别 那是他们抱着幼崽时的方法 但此刻他的怀中却并不是幼崽 而是一只小猫 而且他似乎一定要将小猫抱在胸前 那架势仿佛他就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有时小猫调皮地想去四周玩耍 他也会将小猫带回来 继续留在自己的身边 而小猫也对这样的行为没有疑问 有时候他也会依偎在母猫的身边 用自己的额头去蹭他的头 看上去就像一对真正的母子在互动一样 而旁边的树枝猴子 似乎也对这样的行为见怪不怪 他们守在母猫的身边 有时还会帮着母猫一起照顾小猫 摄影师无疑被这样的事情惊呆了 他怎么也不能相信 书中的事发生在了现实中 但如今自己已经见到了再坚实不过的证据 无论如何也无法否定了 接着 几只猴子似乎要离开了 但是摄影师却不想错过这一刻 因此他便以安全的距离尾随着几只猴子 希望能够看到他们回到族群中的样子 他最终也见证了这决定性的一刻 母猴小心翼翼地将小猫带回了族群 并在大家的注视下展示小猫 而小猫也得到了族群的认可 几个权威人员也前来触碰了小猫 这代表他正式成为了大家庭中的一员 如此场面令摄影师非常感动 离开后 摄影师与森林公园的工作人员交流了这件事 他得知 那只母猴已经照顾小猫有一段时间了 因为他失去了孩子 因此便将小猫当成了自己的宝宝 但他之前一直没有将小猫带回族群之中 没想到 这件事居然这么快就发生了 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后 摄影师也将自己拍摄的照片贡献出来 不计其数的人被这些照片所触动 他们认为 这展现了动物之间那无私的爱 并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祝愿 希望猴子妈妈和他的小猫能够健康快乐的生活 成为一对真正的母子 也许体型有差异 也许物种也不相同 但这并不是阻挡爱的理由 我们常常能看到 像热爱家人一样爱着宠物的人 这也能够说明 生物之间跨越物种的爱 而母爱 更是这种爱中最坚固 也是最温暖的一种 对所有幼小的生命来说 母爱 就是世界上的一切美好 对所有的双方 我不要人来说 在哪里 我爱你 我爱你 是 我爱你 我们不あ敢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们不爱你 我爱你 然后我爱你 这种 luc